有些人会将纸餐盒放进微波炉加热 但是要小心了 可能因此吃下环境荷尔蒙 有医师指出 因为纸餐盒的内部会涂上一层塑料防水膜 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这个微波炉就好像是印表机一样 将餐盒里头的毒素通通印到了食物里头 虽然说目前市售餐盒大多都是符合检验标准的 但是就怕有黑心厂商 因此提醒大家 最好不要把餐盒拿去加热 便当冷掉了 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但注意了 这个动作可能让健康亮红灯 儿童内分泌医师黄世刚脸书发文警告 纸餐盒最好避免加热 因为市售纸餐盒 接触食物的那一面会涂上一层淋膜 达到防水防油效果 但若里头含有塑化剂 经过高温加热 淋膜被破坏 环境荷尔蒙恐融进食物油之中 医师解释 如果纸餐盒制造过程 没经过严格把关 微波炉就会成为一台环境荷尔蒙印表机 将毒素全印到食物里 如果说我们天天摄取 长期摄取 会有超标的这个问题 内分泌系统 或者是生殖系统 甚至神经系统 都很有可能遭受伤害 不过其他专家解释 目前市售餐盒涂上的零膜 材质多为聚饼锡 低密度或高密度聚乙锡 非环境荷尔蒙 但若是PVC聚氯乙锡 就可能会危害人体 比起纸餐盒 在部分市售保鲜膜中更常见 只要是纸的餐盒或纸背化 不禁微波炉 也不禁那个电锅 在市面上有一些保鲜膜 是属于PVC的保鲜膜 一到高温的话 它就可能会融出塑化剂 我会建议把它取出来 然后装在这个铁盒 或者是这个 这个有安全认证的 这个玻璃盒里面 可能都会比较安全一点 就怕有未经检验止餐盒 流入市面 医师建议若有疑虑 还是换个容器微波 比较保险 记者安传黄明镇台北采访报道